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站住 你又想干嘛 你就这么跟你男朋友说话呀 别瞎说 那就是一个误会 而且我才没有男朋友呢 至少此时此刻 没有 你说的什么屁话 别忘了 你是我龙日仪的女朋友 我龙日仪亲口承认的 亲口认证 喂 证据都在这儿呢 就在这儿 用不用我赶紧赶紧张啊 不要 别害羞 来吧 喂 你你你别要再过来了 我要去上课了 还有 我再跟你声明一遍 我不喜欢你 以前不喜欢 现在不喜欢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的 生产 流通 分配 消费 对 这些呢 是我们管理学的四个基本点 咱们大家在课下的时候啊 一定要 反复地去掌握这四点 这也是我们 在考试的时候 一定要考到的内容 也是我们管理学的重中之重啊 大家切不可掉以轻心 都明白了吗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了 同学们下课 好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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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怎么了 一直对着空气傻笑 他怎么了 这叫情道深处南紫禁 紫禁 紫禁 情南紫禁 懂不懂 就是老大动真感情了 哦 原来是老大动真感情 靠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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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老大 怎么吃你们了呀 干什么呀 老大 你究竟和大嫂发生什么了 我们能发生什么呀 我们什么都没发生 你们烦不烦啊 你们烦不烦啊 我先去车库了 我先走了 老大怎么啦 我从来都没有见过他 这么慌张啊 无意识地重复提问 眼神地逃避 还有最后一个 说话突然很大声 就这些小动作 都只向一个揭露 那就是 他在逃避 他 他在掩饰什么 你刚才没有听到老大说吗 张静伟的什么 嘴唇 我猜啊 他俩之间一定发生了 什么 和你这种情商为父的人 真的很难交流啊 走了 去哪里啊 去帮老大 云儿 醒了啊 还好 退烧了 是不是饿了 我给你煮了粥 先喝一点吧 我喂你 有点凉吧 来 我不想喝了 好 那就不喝了 快馒口 estudiant 摩壶 咱真可想 好了 再来 让淩 Nou 我闹他们 想 哎呀 饭了 我是 conducting 拜见一下你的父母 你说 他们会喜欢我吗 龙海一的身份 你比我不清楚 他是龙家的继子 我们绝对不允许 你跟龙海一在一起 我们白家丢不起这个人 怎么了 没什么 是不是 他们对我有意见 怎么会呢 海一 海一 你可以答应我一件事吗 先说说看 你先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你都要像现在这样紧紧抓住我 不要离开我 好吗 好不好 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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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眼神盯着我干嘛呀 穿什么呀 这是 心理学问卷 你一定要仔细回答 你不知道我最烦这个了吗 你弄弄这个干吗用啊 老大 这个心理学问题 可以明确地理清 你和大嫂现在的关系 你好做出下一步的选择 她是我女朋友 需要什么呀 有什么不明确的吗 那她怎么想 我再跟你声明一遍 我不喜欢你 以前不喜欢 现在不喜欢 以后也不会喜欢你的 问吗 所以说嘛 我们先要帮你理出 你和大嫂之间的关系 这样才不被动吗 老大最讨厌答题了 不如你来问 我记 老大 你负责答就好了 好 好吧 那我开始问了 第一题 在你最需要帮助时 最想谁站出来帮你 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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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什么鬼问题啊 你们俩觉得我需要帮助吗 老大 这是心理学问卷 你就回答一下 老大 你不回答我们怎么知道你是 B B 下一个题 那就是爱人了 你还得说出来啊你 我去接下来 接下来 下一题 到目前为止 你 谈过几次恋爱 A 从来没有 B 一至三次 C 四至十次 那我谈过几次 你们心里没点数吗 老大 这感情问题 我们不好回答 没有 行行行 下一题 没有 下一题 你会选择什么样的恋人 A 爱你的 B 你爱的 C 看缘分 你这问题就有问题啊 不是 凭什么A和B就不能一起有呢 这是心理学专家出的问题啊 你就想一想打一个 看 看人分 看人分 假如说某一天 你看到你的女朋友 和别的男人一起吃饭 你的反应是什么 那就不能出现在我身上 讲什么呢 老大 冷静 没事没事没事 夏天 冷静冷静 最后一题啊 来来来来 如果你不知道你喜欢的人 对你是什么感觉 你会怎么做 A 按照试探对方 B 直接过去问 C 顺其自然 这个问题拒绝回答 哎呀 老大你就好好回答 不然测不出答案的 只有我最后一题 老大 就这三个选项啊 B B B 我知道了 书上怎么说 这里说 虽然你表现得很平静 但是你的心里 已经激情澎湃了 你很期待这段恋情 希望能够爱得轰轰烈烈 但是 自尊心作祟 使你不想让对方知道 你自己的想法 总在隐藏 也因此 让自己向有困惑 不是不是 你说结论 你说结论懂吗 你跟着逼逼逼逼逼 老大 结论就是 你已经爱上他了 老大 你 你 谁爱上他了 老大 你说这爱上他就爱上他了 我觉得没必要藏着 我们都 自己人 都自己人 藏什么呀 藏什么呀 你说你是不是爱上他了 嗯 上面说得很清楚了已经 我还有事儿 难道不是 爱上他了 大嫂 干 干嘛 我们有件事想问你 是 老容易叫你们来的吗 不是 那个 老大 最近有点怪怪的 他有正常过吗 哎呀 大嫂 老大现在为你神魂颠倒了 你难道 一点感动都没有吗 嗯 那我就麻烦你们告诉他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让他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你 严重了 大嫂有喜欢的人了 怎么办 女人的五大谎言 认真你就输了 哪五大谎言 第一大谎言 我没事 我没事 我不生气 第二大谎言 你说实话 我会原谅你的 第三 等我五分钟 我马上等 第四 算了 不买了吧 第五 就是大嫂刚才说的那句话 我又喜欢的人了 嗯 那 男人该怎么去应对啊 反向理解就OK了 对不对 我不生气 就是很生气 他让你说实话的时候 就千万不能说实话 打死也不说 等我五分钟 我马上等 就两个小时起跳 算了 不买了 就一定不能算了 必须买 哇 女人真复杂 可是 她们都吵架了 为什么要否认呢 你怎么知道她们吵架了 拜托兄弟 用你的脑袋想一想好吗 不要没事总想那些 乱七八糟的代码 比如说 老大的紧张 大嫂的敏感 还有那些 关键词 最纯什么的 真笨 发型都被你弄乱了 你这犹豫 还有发型啊 我 都听到了吗 气死人了 这个张继美何的何能 居然能夺造龙少的初吻 就是 她哪里好了 怎么能和支点泥比呢 从现在开始 你们给我盯紧张继美 她的一举一动 都要告诉我 我明白 谁让你们去找她了 哎呀 我们不是看你 每天魂不守舍的样子 想帮你去问问吗 那她说什么呢 也没说什么 女人嘛 总是口是心非的 爱情这东西 不能着急 得慢慢等 慢慢等 我 我 是那人嘛 不行了 我得找她去问个清楚 不 不 老大不让我们找大嫂 她自己又跑去找大嫂 她到底是想找大嫂 还是不想找大嫂 你这练绕口练呢 走了 我儿子 好帅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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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张静美了嗎 沒有 我手機呢 肯定被那條惡龍拿走了 這件 拿來了 這是張静美的 嗯 朱姐 接下來你打算怎麼辦啊 接下來 等著看好戲吧 晚上八點 我在我家路口左邊的青竹胡同等你 有些事要當面跟你說清楚 你們女人啊 就喜歡口是心非 他們是今天在這兒路過嗎 放心吧 朱姐 不會做的 根據我的跟蹤調查 附近超市搞大減價 他八點就從這裡經過回家去 來了來了 頭髮 這兒 你快走啊 快走 慢點兒見 走了 快走 龍尚 你怎麼來了 別找了 張静美不在這兒 短信是你發的是嗎 不然 你會來嗎 她手機在哪兒 快給我 為什麼這麼做 因為我喜歡你啊 我想做你的女朋友 我龍日衣 就一個女朋友 叫張静美 我哪點比不上她了 你跟張静美 壓根就沒有可比性 還有我告訴你 再別成那些花花衣服 龍日衣 静美 這麼巧啊 静美 不好意思啊 打擾你們了 静美 你聽我解釋 你別過來 恭喜你啊 找到新的女朋友 以後可以不用再來煩我了 那就慢走 不送了 拜拜 你給我等著 静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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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点 老侄夷 老侄夷 你醒一醒啊 老侄夷 你醒一醒啊 老侄夷 你醒一醒啊 我听你解释 你不要死好不好 老侄夷 一起一起啊 龙日夜 龙日夜 大嫂 怎么样了 还在抢救 你们是病人家属吗 医生 他怎么样了 龙日夜 老大 龙日夜 大夫 就看医夜 就看医夜 你快点醒过来 我不惹你的气了 龙日夜 你醒醒 你醒了 这是哪儿啊 这是医院 你谁啊 我是张静美啊 静美是我女朋友 你哪位 那你还记得她们是谁吗 我是墨云 我是游云 游 游云 不认识 石屹正 你还好吧 这是我给你炖的汤 你尝一下吧 这是我给你炖的汤 你那叫汤啊 这都什么呀 你想让我松明吗 你想让我松明吗 你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吗 你是谁呀 我记起你干什么 我是张静美啊 你是不是记起什么了 趁我没发火之前 赶紧给我走 我 静美 冰冰 你怎么来了 这些不是我买给自己的 毕竟是来看病人嘛 对吧 龙上 你怎么样了 冰冰 她好像是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好像是 你放 我让你放开她 静美 你怎么胖了 静美 静美 你认错人了 没事 胖就胖吧 我不会嫌弃你的 喂 龙儿一 你太过分了 你 不是 他这个 他这个 你先帮我拖住老大 快去说 是不是胖了 龙儿一太也太过分了吧 大嫂 淡定 大嫂 我们现在最重要 最紧急的事 就是帮老大恢复记忆 可是怎么恢复他的记忆啊 吃药 打针 还是开刀啊 你有没有听说过 一种特殊的疗法 叫记忆刺激疗法 你和老大之间 有没有什么一段 特殊的回忆 然后一想到那段回忆 你的心就会碰碰直跳 而且一跳 就会停不下来的那种 对 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啊 我好像在目睹一桩残案 正在发生 他想干嘛 快救老大 你干嘛 睡美人是被王子闻醒的 现在我要闻醒我的王子了 别别别 别 静美 你干什么呀 王子都不记得你了 说不定呀 我这一吻 王子既能记起你 还能圆了我多年的美梦 是不是一举两得 竟不是很赞 我们也不用做到这个地步嘛 那我们也许有别的办法呢 静美 你干什么呀 你不是说你不喜欢他们 对啊 那你为什么不成全我们 我来 我来 我 我是说 我来 用别的方式 帮他唤醒记忆